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压台湾环节的事情 很多人问我这件事情的看法 老实讲这是一个很丢脸很丢脸很丢脸的事情 因为道理很简单 人家是台湾代表环球小姐 然后是你请她来的 她来了之后每一个国家都可以上去 你来到last minute 要到她上台的时候 主办单位拉着她不让她上去 这很明显透露出一个事实是什么 有外在压力来施压主办当局 主办当局本来认为邀请台湾小姐是没有问题的 不然直接不邀请她来就可以了 直接告诉环球小姐 我们不接受台湾小姐过来 对不起我们不要她来 你早早告诉她 不让她来就可以了 为什么给她来了之后 她准备要上台了 国旗也拿着了 每一位加力会上台去挥舞她的国旗 也帮环球小姐来宣传一下 也为自己的国家宣传一下 到她要上台的时候 你才这样拉住她 很明显就是有外部干预 而且这个外部干预是 非常last minute出现的干预 我可以斩定截铁告诉大家 就是在现场有相关人士 我们直接讲就是中国方面的人士 大使馆的人领事馆的人 槟城是有中国领事馆的 来到她看到这样子的情况 马上去跟主办单位讲 我们不允许这样子的情况出现 台湾国旗不可以上去 中华民国国旗不可以上去 她不可以台湾的名义 台湾小姐的名义上去 所以才会出现这荒谬的一幕 这是一件多么丢脸的事情 Hello这里是马来西亚 如果是在中国没有问题 你的内政问题 你不要出现台湾国旗 其实在中国有一个地方 是可以合法展现台湾国旗的 就是在南京总统府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其实你去孙中山的岭 也是有看到没有国旗 但是有他的国民党的党政 也是可以说是台湾的国徽 那个国徽有在他的秦岭上面 你是中国可以 这是你的内政问题 中国一直说不干预他国内政 我们是大国 我们不会欺负小国 但是从这个事情之上 你就可以看到 他是在明目张胆的 干预我国的事情 而且来号令我国的主办单位 请问不管是不是中国领事馆 这个下指令的人有什么权利 叫以这个由宾州政府 跟国家科技局 PICOM所联合举办的一个科技展 来给他下指导期 来指点江山 你有什么权利 没有 这个是妥妥的干预他国的内政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其实我有写文章 在媒体有待过 CK大哥也知道 对马来西亚媒体 生态 我之前也讲过 有一点了解的人都知道 中国的统战势力 对海外华人 对台湾侨民 台湾对他们而言是侨民 他认为台湾是他们的 我们海外华人不是侨民 大家要记得 我们不是中国侨民 我们是马来西亚华人 我最多是跟你讲同样的语言 同样的文化 但我跟你的文化 其实也不一样 马来西亚的华人文化 跟中国的中华文化 其实是擦天共地的 你看一下我们的七月 我中国朋友来看到 七月有这样子拜鬼王 有这样子的祭祀 他们吓到我 他们根本没有看过 福建那边还有 但是也没有像我们这么大型 所以我们最多就是 同文同宗 如此而已 没有任何血缘 其他的纽带关系 没有了 但是 中国向外的统战 触角 这个是一直在延伸 这个就是我一直说 共产党会有扩张性的原因 这个就是我一直反对的战狼外交 其实战狼外交是害了中国 不是救了中国 很多人还会战狼外交 就是中国一直去干涉其他国家 然后向其他国家下指导 把自己当老大哥 来给其他国家指令 这是一件完全错误的事情 其实你在害中国共产党 害中国共产党被鼓励 现在俄罗斯 这个也要号练一下 二三月的时候 一开始打仗的时候 我就讲 这战争会拖 拖越久 俄罗斯的情况就越糟糕 俄罗斯想要闪电战 拿下基辅 他是拿不下的 而且即便拿下 他也统治不了乌克兰 因为乌克兰的大多数人 70%人民的反而心理 是非常非常大的 他们从以前的铁幕 才刚刚从铁幕里出来 你现在又叫他们回去铁幕 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现在变成俄罗斯 是中国唯一的盟友 朝鲜都不太敢跟中国靠近了 因为这个疫情的事情 所以他们也跨了一道墙 所以这个变成唯一的盟友 你在害中国 同样的像现在这种战狼外交 要去干涉他国的内政 也是一样在害中国 我们丢了脸 输了理智 我们要怪谁 台湾被打压 他会知道后面的人是谁 我们马来西亚很丢脸 因为我们要屈服于 中国的这种统战势力 你知道吗 在中国有一个统战部 就是专门统战 就是统战 讲清楚一点就是洗脑 洗脑海外华人 洗脑台湾侨胞 让他们回归祖国 让他们信仰祖国 让他们信奉祖国 然后我刚才讲到一半 岔开的 如果你有在媒体待过 你有认识媒体了 你会知道 中国领事馆 中国大使馆 其实他们一直会像 报章下各种各样的指导 其实我写过文章 我知道的 有些敏感字是不能用的 可是我不鸟 我照写 你要改 你改 我的Facebook 我的一定原稿专栏造出 我一定造出 你改 是你的事情 有时他们会跟我道歉 有些没有道歉 有些没有道歉 我以后就不帮他们写了 就是这样子 我知道你们的难处 但这个是不对的事情 我们不要屈服于 这种不合理的要求 而且也为这位高小姐 很漂亮的一位小姐 感到心痛了 遭受到这样子无理的打压 看过人家是亚洲环球小姐 虽然我没有去看 我真的没有去看 亚洲环球小姐的选美 亚洲环球小姐是承认她的 让她以台湾 以中华民国的名义 去比赛 你有什么理由 不给她上来呢 你是邀请整个亚洲环球小姐 过来吗 你又没有事前说明 你又这样子 去做 所以暴露出 中国统战触角 她的大外宣 向马来西亚洗脑 马来西亚的华人 他认为比较容易洗脑 比较容易接触 已经触须升到四面八方 大家真的要警惕这一点 真的要警惕这一点 不要无端端的就搭上这个大外宣的列车 无端端的就被她洗脑的 独立思考是很重要 我们不要给乌统洗脑 不要给回教党洗脑 不要给行动党洗脑 不要给瓦里山洗脑 你也要小心 不要给大外宣洗脑 这点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这个科技展 老实讲很丢脸 宾州政府应该要出来解释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子的情况 宾州政府是主办单位 PICOM 你也是主办单位 请出来解释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子的情况 今天早上 他们好像有出一个文告 说 我们秉持一宗政策 你秉持一宗政策 跟台湾小姐能不能上台有什么关系 难道台湾小姐上台 马来西亚就违反一宗政策了 这根本就是鱼里不合的 而且如果你一开始就秉持 你所谓的一宗政策 不可以有台湾人来 不可以有台湾国旗出现 不可以有台湾来参与活动 那你为什么邀请她 所以这个是自打嘴巴的事情 一开始高小姐就有讲 是主办方还跟她道歉 也不是我们想的是外部势力有施压 你也知道外部势力是谁 我们就不讲她了 现在第二天 他们讲出另外一个光明堂皇的事情 很明显就是说谎 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姑息这样子的事情 我们要给他们知道 这样子是错误的 所以这个课题 是我要特别分享给大家的 特别分享给大家的 那下一个讲题 那下一个讲题 有问题 我们下一个讲题 我们下一个讲题 还是一个讲题 一堂的